哇喔 欸 我們來看看這個題目怎麼做呦 嗯 這個是這樣子 欸 差不多啦 好 A點坐標叫做21 來 B點坐標叫做82 8.2 C點坐標叫做12.0.0 然後這個題目要求珠點的坐標 不知道是誰 定他叫做sy 好 就這樣子 來 請問同學這一題要怎麼做 這一題很簡單 他說這個平行式兵顯的面積是38 如果是我 你猜我會做什麼事 我會把這個對角先把它連起來 把它連起來之後 同學你告訴我 這一塊三角形的面積是多少 對 這塊三角形的面積是19啊 來 跟頭一起寫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這個面積是不是19 這個題目 同學你要仔細的去思考 我們最終的目標是要把這個珠點求出來 然後同學你再看喔 這是個平行式變形對不對 請問你 A珠向量跟B C向量 是同一個向量 他們的方向跟長度都是一樣的 他們有相同的移動指令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只要把誰求出來 這一題就結束了 把誰求出來 你只要把K求出來就結束了 只要你今天知道K是誰 這個VC向量就知道 知道VC向量就等於知道A珠向量 你的珠點坐標不就知道了嗎 所以你今天應該要集中你的火力 想辦法把K求出來 這個K跟誰有關係 一定跟這個三角形的面積有關 然後我現在又要來問同學 三角形的面積在平面坐標上 如果給你一些點的坐標 我非常建議你一定要優先使用這個公式 叫做二分之一 外面是絕對子 裡面是什麼 長列式 來跟著我一起寫 面積公式真的很多 什麼海龍公式 加冰公式 很多很多 對吧 但是我說過 我個人最常用的在平面上就是這個公式 然後裡面要寫什麼向量 裡面要寫AV向量 然後這裡要寫什麼向量 AC向量 哇 這樣可以嗎 就這樣子 我們考慮問題的一個順序大概是這樣子 好 然後這裡會變成二分之一 外面是絕對子 裡面是行列子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向量長什麼樣子 然後AV向量 用後面的坐標擠前面的坐標 叫做10k-1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然後同學二階行列式你會算嗎 來二分之一 然後這裡是絕對值 來絕對值 請問你二階行列式怎麼算 這兩個相乘減這兩個相乘 這兩個相乘是6k-6 6k-6再減10 所以會變成6k減多少 6k-16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對啊 這個東西等了多少 等於19耶 哇 同學那你這個時候就知道了 6k-6 不是減6 不是減6 是減16的絕對值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38 現在我們把絕對值打開 所以6k-16會等於多少 正負38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6k就會等於 我們把負16搬過來 所以38加16是多少 38加16是54喔 或 來 如果是負38 所以負的38加16是多少 負的什麼 負的22 那當然同學 你馬上發現誰不合 負的22不合喔 為什麼 它在這個C點在第幾項線 在第一項線 這k是正的 所以6k等於負的22 這個當然不合喔 你不可能取這一個值 對吧 這個不合 好 所以6k等於54 所以馬上知道 同學你的k是多少 9啊 9、6、54 不是嗎 我跟你講 這幾個得分啊 你看我們的k就算出來了 對不對 k就算出來了 k算出來 我想 我們的想法很簡單 如果k知道 那這個bc向量 就會等於a珠向量 這是平行式邊形嘛 來 我們來算bc向量喔 bc向量 用後面減前面 12減8 所以是4 然後這個是9減2 所以裡面是7 然後bc向量 然後bc向量 s-2 然後y-1 欸這樣ok嗎 bc向量會檔於a珠向量 所以這邊你馬上就看出來囉 來 請問你 S-2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4 然後你的 Y-1 會等於7 所以同學你的 Sy 算出來是多少? S叫做6 Y叫做誰? 8 同學學測考題出得很不錯 這個觀念的東西 這樣可以嗎? 99年學測 同學這個題目答對率不到三成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其實這個題目很單純對不對? 就這樣而已 來 看看可不可以 可以喔 沒有問題喔 沒有問題的話 現在老師來請教同學喔 同學這張考卷我有沒有全部講 還是還有題目沒講? 哪一題還沒講? 還是都講? 像那個填充第三題有講過嗎? 填充第三題 有講嗎? 那一題沒有講 好 填充第三這一個題目 我告訴你 這一題真的太重要了 好 這個填充第三題 這一個題目喔 所以我告訴你給他五個讚 我認為喔 只有真正的高手 有辦法把這一題做出來 來 這一題喔 重要 非常重要 你要仔細聽喔 填充第三題他跟你說 座標平面上有一個圓 這個圓的方式是我告訴你 叫做s減掉3的平方 再加上y減什麼? y減4的平方 來 會等多他?會等4 這個叫圓的標準式 從標準式可以看出圓形跟半形 沒有問題 然後他又跟你說 在這個圓上有一個動點P 然後呢 請問這個動點P 滿足根號下 來 s平方 加上y平方 使得這個東西喔 它是什麼? 它是整數的動點P 有幾個? 要讓這個東西它是一個整數 好 的P點 有幾個? wow okok 我說過這個題目只有真正的高手會做 那我想我們幫我用兩種方法做給你看 同學你看我這邊喔 首先喔 第一件事情你要決定你的策略 請問你喔 這個東西來我把它光起來 根號裡面有平方加平方 請問你它會讓你聯想到什麼概念? 根號裡面 我告訴你喔 如果那個老師機車一點 他會把根號拿掉 把根號拿掉有些人就更想不到 但是我現在出題是還算滿有兩極的 我根號有寫出來 如果根號拿掉 那你就要把它解讀成某個東西的平方 但是現在我有把根號寫出來 根號裡面有平方跟平方相加的結構 這個東西十字八九跟誰透不了關係? 遠 跟遠嗎? 應該跟其實講遠也對 但其實本質上是什麼? 距離 同學這個東西是距離的概念喔 你說老師為什麼是距離?我完全看不出來 我寫給你看 為什麼它會跟距離有關 我把它改寫一下 這個東西叫做 根號 s平方 我把它寫成叫做 s減什麼? 減0的平方 y平方 我把它寫成叫做 y怎麼樣? 減0的平方 你有沒有覺得我這樣寫 它看起來很熟悉 s座標相減的平方 加y座標相減的平方 開根號 同學這是兩點之間的距離公式 那請問是哪兩個點? 這個s y 是這個圓上的動點嗎? 這個0 0叫做什麼點? 叫做圓點 所以這個東西 你要知哆啦A夢的翻譯蒟絡 來翻譯一下 這個東西是什麼? 代表動點跟圓點的距離 這個東西代表動點P 動點P 與誰的距離? 與圓點 零零 代表什麼? 的距離 所以這個題目在問什麼? 這個題目在問你說 在這個圓上到圓點的距離 是整數的這樣的P點會有幾個? 這個題目要用幾個的角度來看 所以你應該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字吧? 接下來當然是要畫圖 因為這個題目跟距離有關 我們要把它的圖形找出來對不對? 來 對不起 我這裡 左邊這一塊 我先把它擦掉 因為我要畫圖 我的圖形畫在這裡 你在考試的時候 當然建議同學 將來你會面臨人生各種大大小小的考試 包括有些人會去考什麼高普考 什麼有的沒的 什麼考試對不對? 考試我同學文具很重要 像考數學的話 你那個該帶的文具要帶 不該帶的輕文具要帶 你知道什麼不能帶嗎? 兩角器不能帶 你知道什麼可以帶嗎? 那個上面有幾何圖形的那個尺寸可以帶 那上面有圓角器的尺寸不能帶 你要注意就不要違規 它可以帶的文具就盡量帶 好 而且圖形要畫準喔 這個圓形在三四對不對? 來 三四我們抓一下 一二三 一二三四 來 我們抓一下 來 三四 而且這個圓的半徑是二 二的話來上下左右各抓兩個單位 二的話上下左右各抓兩個單位 把這個圓畫出來喔 來 快點快點 怎麼考慮問題非常重要 讓你要學會怎麼去考慮問題 來 把這個圓畫出來 畫得也過醜 習慣了 再畫一次 再畫一次 這差不多 差不多 這個有嘛 去吧 OK啦 OK啦 我要定了 圓臉在這裡喔 然後這個P在怎麼樣 這個P在這個圓上喔 然後這個題目要求什麼 這個題目要求 欸 同學這個是誰 這個就是OP線段的長度 你懂嗎 這個就是OP線段的長度 所以你要回答這個問題 同學 我們要從圖形來做觀察 請問你 這個OP線段的長度 它的範圍你能不能找出來 因為他今天問的問題是 要讓這個長度是整數的P點有幾個 所以我能不能先去看出 這個OP線段 它長度的範圍 同學這個P點在圓上動喔 所以它一定有個上界 一定有個下界 你懂嗎 它的上限不會跑到無限大 因為這個不管P點在哪裡 事實上這個OP長度一定會有一個上限 它一定也會有一個最小值 那現在我當然要請教在座各位同學喔 請問你這個P點在哪裡的時候 在圓上的什麼地方 這個OP的長度會最長 你告訴我那個點在哪裡 你現在告訴我那個點在哪裡 就是把圓頂跟圓心怎麼樣 把它怎麼樣 把它連線喔 這個連... 來 這個連線嘛 對不對 來 這個連線 同學 這個P點在這裡 這個是不是最遠 對不對 這張長度是不是最遠 阿最近在哪裡 最近在這裡喔 欸...這樣可以喔 OK 沒有問題喔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那接下來 像昨天我在六班 六班又有同學問 他說老師 為什麼P點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OP長度是最長 這我之前在網伯有解釋過 他說為什麼不是在這裡 在這裡為什麼不是最長 為什麼 欸...這要怎麼解釋 對啊...這很簡單嘛 你不能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喔 有些學生你跟他講說 欸...這看起來就比較長 這就比較短啊 你是白癡嘛 你不能這樣跟他講 你這樣跟他講 他會說哪有這樣子的 這個數學要嚴格解釋嘛 這個很簡單啊 你就把這一段連起來嘛 欸...同學我再解釋一次 這個是遠的半徑 這個也是遠的半徑嘛 你把這一段把它翻過來這邊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形成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兩邊之合一定會大於第三邊嘛 那這一段加這一段就是這一段加這一段 所以這一段就會比這一段大 這個其實本身很直觀 這樣了解嗎 來...這個我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有些同學真的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那我們現在問一個重要的問題 請問你OP最大最大是多少 欸...同學這個圓星的座標是誰 圓星的座標叫做34 32.4 所以圓星到圓點的距離 告訴我這段長度是誰 這是5喔 阿圓的半徑是多少 2 所以5加2最長的距離是多少 7 喔...最大最大是7 那請問最短最短 這一段是5對不對 減掉半徑2 所以這段長度是多少 3 哇...你們好聰明喔 但是我跟你說 像我發現李祖有很多學生喔 這一題答案寫多少 他說老師我知道喔 所以這個OP線段長度是整數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是3 4 5 6 7 很高興喔 他這一題答案寫幾個點 5個點 但是我跟你講 你答案5個點 跟那些完全不會寫的同學 最後都一樣的下場 1分都沒有 對不對 其實答案不是5個點